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桥梁的质量检查业收 桥梁的质量检查业收 涉及到钻孔挂住桩的质量通病 一般球下这段是出选择题的 比如说钻孔的深度的误差 比如说我让你钻15米的孔生 结果你给我钻了13米 就钻孔深度出现了误差 那么这种误差怎么去消除 书上说了应该采用丈量钻杆的方法 不易用什么测尘法 测尘法误差太大 关于孔镜的误差你下去看看就行了 这个不是很重要 关于这个钻孔垂直度不符合要求 考了两次出的是多血题 就正常的那个孔是垂直的 结果你钻斜了 啥原因导致的四个原因 场地不平整 包括这个钻杆弯曲 还有这个钻头的一板磨损不一 还有遇到这个软硬土层的交界面 简单的了解一下 关于汤孔或缩镜 这个是经常考的 地层复杂 钻镜速度过快 泥浆性能太差 尘孔以后放置时间过长 不能超过几小时 四小时 然后第六个 这个考过一次考的是选择题 那么今年小青考案例的 就是让你判断一下装端磁力层的界别 就是说你有没有钻到那个磁力层 我们讲到就是说端成装 要让那个装的端部要砸到那个磁力层里边 一般就是要入进去多少呢 比如说两倍的直径 那现在你有没有钻到那个磁力层上面 进行判断 怎么判断呢 从两个角度来考虑 一个非也是类的 非也是类的 那就土层了 对于土层的话 判断简单还是复杂 简单 判断的方法就两个 根据地质资料 还有结合现场取样 两个就可以了 如果装单的磁力层为强分化盐 或中分化盐 就盐质类的 不是土层的 那间谍的难度就比较大 间谍的难度比较大 我们遇到的方法叫二加三 因为土类的是两种方法 盐质类的是二加三 在原来两种方法的基础上 哪两种方法 一个地质资料 还有一个捆口捞药 捆口捞药就是现场取样 差不多 这原来两种方法的基础上 再加三个 哪三个 转机的受力 主动转杆的抖动 还有一个原位取星 把这三条勾下来 所以两条拿两条 三条拿三条 把它记下来 然后关于手披和凝土的灌注方料 这个二级考过一次 一级还没考过 手披和凝土灌注方料 看这个图啊 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 那么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说手披和凝土的灌注方料 一个是下面这一块 一个是上面这一块 下面这块 讲过了没有 怎么算啊 是π2的平方 乘以多少 一米三 是不是乘以一米三 然后再看上面这一块 上面这一块的话 导管的直径有了 那半径就有了 π2的平方 知道了 然后只要知道什么就行了 小的h1 只有知道这个高度就行了 这高度怎么算 计算公式改定你了 只要知道泥浆的深度 只要知道泥浆的笔重 还有混凝土的溶重 只要你这三项给定我 那么h1就有了 h1有了 前面积 车以高度 那么这个上面这个体积 也就搞定了 大家考试的时候 一般求一下 粗略的计算的话 就算下面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灌入混凝土的时候 毒管了 啥原因导致的 六个原因 一定要记下来 多血提案立体都可以考 一个导管破漏了 一个导管距棚底深度太小了 连0.3都不到 完成二次清空以后 准备时间太长了 超过四个小时了 隔水刷不规范 配置质量差 我们刚说过质量 混凝土的那个质量 它落度控制在多少 180到220 没剩过大 不能超过几米 2到6米 不能超过6米 然后第三条 灌入的过程中 钢筋骨架上浮了 我们就说的钢筋笼子飘起来了 啥原因导致的三个原因 出凝时间 中凝时间太短 悬浮的沙力太多 灌入的速度太快 装凝固凝土不觅食 或者强度不达标 啥原因导致的三个原因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大体积极凝土 大体积极凝土 今天教材在这儿 做了大幅度的改动 大体积极凝土 有一个共性的 毛病是什么 就是由于水泥和凝土的 方量比较大 产生的水化热又透不出去 所以容易开裂 裂分的准来有三种 表面裂分 生成裂分 贯穿裂分 贯穿裂分肯定是病的最严重的 那么裂分发生的原因 五条 把这五条记下来就行了 水化热的 内外约束的 外界气温的变化的收缩 变形呈现裂分 考过阿力 把这五条记下来 然后质量控制的主要措施 一个优化派合比的角度来考虑 还有一个焦度和震导 还有一个是养护 从三大角度来考虑 优化派合比跟去年的一样 血液水化热低的那种品种的水泥 另外一个尽可能的降低水泥的液量 还有一个加外加剂 还有一个控制好塔罗度 塔罗度不超过180就行了 一般原来老教材有控制在120加点20 现在新教材只是说不超过180就行了 然后焦注和镇导 今年的教材跟去年全部不一样了 又新的说法了 焦注和镇导 那么同一名看一下 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首先呢 焦注的称号 焦注的称号 根据什么来确定 这二级的教材统一了 根据镇导期的作用深度和混凝土的合一性来确定 整体连续焦注的时候 2020年的二级还考过这句话 在阿里提里面 说那个助力式的挡足墙 他就这样的大体积来来考的 整体连续焦注的时候 说时光单位控制在500到600 问你对不对 不对 整体连续焦注 买层控制在300到500 然后接下来说整体分层连续焦注 或者说推移式的连续焦注 两种连续焦注法分层的 推移式的 应该缩短界限的时间 并且在前程混凝土出零之前 将上一层焦注完毕 是出零之前就焦完了 不是说出零之前才开始焦次程混凝土 是出零之前 前程混凝土出零之前就有把次程混凝土焦完 注意它的运辞 然后渐渐的时间不应该超过它的出零时间 那如果成间的间隔超过了出零时间 那怎么办啊 按照施工分处理 施工分怎么处理啊 早毛清洗湿润或者有积水 还是那四项 然后混凝土既然是连续焦注 那么尽可能的减少施工分 那尽可能的减少施工分 混凝土已采用笨顺的方式 和二次正导的工艺 然后矿号二说当采用分缠 界线焦注混凝土的时候 水平施工分的处理 水平施工分的处理 第一条 凿毛清洗 第二条 湿润不得有积水 跟前面是一样的 不再啰嗦了 然后矿号三 又小心 矿号三 又小心 这是一个新的说法 大地底混凝土的底板 与侧墙相连间的施工分 有防水要求的时候 要采取钢板直水带 就是我们说的金属直水带 或者直水钢板 如果告诉你一个 告诉你一个大体级的结构 大体级的结构 涉及到底板和侧墙 在侧墙那个上面 又设施工分 这个时候有防水要求 那么在施工分那个地方 又设什么 直水钢板 或者清除直水带 然后第四条 大体级的焦住过程中 防止什么什么 移位啊 变形啊 及时的清除表面密水啊 第五条 以多次抹压处理 好 接下来看大体级的养护 大体级的养护 那么第三条 要注意 温差不超过20 表面温度 中心温度 表面温度 室外温度啊 养护的温差 不宜超过20度 勾下来 然后还有一个内部教温法 大体级内部教温法啊 就是说在大体级的凝土里边 设浴煤啊 冷却管 冷水进去以后 把里边的热料消耗掉啊 然后 矿号六 矿号七 是今年新增加的 大体级的凝土 养护时间不宜小于14天啊 呃 应该啊 经常检查 塑料薄膜 或者说 咬呼剂涂成的完整情况 那这就告诉你 大体级的凝土 薄膜咬呼可以 咬呼剂 咬呼也行 第七条啊 保温覆盖层 拆除以后啊 拆除应该分层逐步进行 分层逐步进行 当表面的温度与环境的最大温差 小于20度的时候 可以全部拆除 六克七 稍微留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玉利金的张拉 这个跟去年完全一样啊 单位有知智啊 然后张拉由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 张拉人员 港前培训 口识合格 持着上岗 这就是一般的特殊工作 的基本要求 或者说通用的要求 都是这样啊 道路工 架子工 高级工 模板工 电工啊 怎么要求的 都是港前培训 口识合格 持着上岗 张拉设备啊 还有啊 这个张拉设备和压力表的校准期 不超过半年 不超过两百次 张拉设备和压力表 配套教合 配套使用啊 谁和谁配套 张拉设备和压力表啊 然后接下来看 钢管混凝土 钢管混凝土 前面给大家讲过了 外边是大钢管 里边是笨顺混凝土 它的主控项目是钢管 内焦度混凝土的施工质量 是它的主控项目 单雪题 那对于钢管里边的混凝土 它的基本要求 多雪题 考了两次 低泡 大流动性 搜索古长 延缓出凝 造墙 钢管混凝土 解验的时候 以什么为主 超声波 解测为主 人工敲击为辅 就看它里边 有没有空顿的地方 我说了 必须要把那个混凝土 灌密实了才行 然后钢管混凝土 焦度的时候 从拱角到拱顶 对称 压住一次性的完成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 香凉上面 焦度混凝土 香凉 香凉混凝土的焦度 香型凉 我们说 上部结构凉 一个有T凉 一个香凉 还有一个U型凉 它这讲的是香型凉 支架上面 焦度香型凉 组合项目 几项 一项 受力裂分 一般项目 那就多了去了 轴线的偏位 两板的顶面 构成 断面的尺寸 长度 横幅 平整度 还有 结构表面 没有孔洞 没有漏金 没有蜂窝 麻面和宽度 超过0.15毫米的收缩裂分 需要注意的是 收缩裂分 是一般项目 而受力裂分 主项项目 这儿除了没考过 有可能考案例 支架上面 焦度香型凉 主项项目 一项 一般项目 你自己下去看 然后 学壁焦度法 主项项目 没考过 主项项目 没考过 有四项 哪四项 桥墩两侧的平衡偏差 这个平衡偏差 指的是重量的偏差 以墩为中心 两边的 一后阶段 二后阶段 三后阶段 对称施工 你这个重量偏差 不能太大了 平衡偏差 这是一个主项项目 轴线的脑度 这也是一个主项项目 还有少力裂分 不用说 主项项目 还有一个 核龙石 两侧两体的高差 所以主项项目 拿四项 下去背 一般项目 推面看一下 跟那个支架上面 焦度香性凉 差不多 轴线的偏位 顶面的高层 断面的尺寸 核龙后 同跨对称点的高层差 注意 核龙石 两侧两体的高差 这是主项 核龙后 同跨对称点的高层差 这是一般 你看同样是高层差 有的是主项 有的是一般 这就可以靠选择题了 哪些是主项的 哪些是一般的 这个又会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 蜂窝麻面漏金 裂分超过0.15毫米的 收缩裂分 这个下去背 那也就说 这个支架上面 焦度箱形凉的 还有这个 雪碧焦度的 这都是考试的重点 我印象中 雪碧凉 一般项目里边 好像考过一次 选择题 其他的都没考过 小心 这样我们就把 桥梁里边的内容 技术和 资料检查页收 全部就给 同学们创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 第三个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 内容比较多 就教材的 编写的页 比较多 每年必考的是什么 西坑工程 所以 它的难度 相对来说 也比较大 因为它里边的 工法比较多 这家图里面 对这块 又不是很熟悉 所以道路的 难度系数是1 桥梁难度系数 是1.2 轨道交通的 难度系数 创最高 1.3 1.3 所以听轨道交通 又有一个心理准备 难度最高的 轨道交通分成了两份 一个坐在地上 叫轻轨 坐在地下的 叫地铁 那么轨道交通里边 我们先看一下 当然轨道交通里边 教材里边 重点搅的是地铁 轻轨有没有搅 有搅 但是搅的很少 搅了一个皮毛 所以主要是看 这个地铁 对于地铁来讲 教材里边 搅了两块 一个搅的地铁的车站 怎么施工 另外一个 搅到了车站 与车站之间的 那个区间隧道 怎么去施工 所以轨道交通里边 最重要的地铁 它的组成部分 一个车站 一个区间隧道 把这两个 你分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车站的 节奏和施工方法 那么车站的构造 三大部分 这是2020年一级的多学题 车站的三大部分 主体 出入口 及通道 还有附属构筑 主过这三大部分 至于车站的分类 你不用管它 几乎考试不考 大概我印象都是 07年还是09年 考过一次 之后再没有考 按照我的推断 今年也不会考 所以你 这个关于车站的分类 你不用去管它了 三大部分 20年高考完的 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关于车站的施工方法 这个你必须要理清楚的 车站的施工方法 从大的来讲 分成了三种 冥挖法 盖挖法 这张的特点 就是方法比有多 所以这可以出一个多学题 说下列属于车站的施工方法 有哪些 冥挖法 盖挖法 盖挖挖法 冥挖法 它分了两种 一种是放坡的 还有不放坡的 盖挖法 教材里边讲了三种 顺做法 逆做法 半拧做法 而对于 盖挖挖挖法 教材里边 也讲了三 也讲了两种 信奥法 且没挖挖法 所以把方法归好类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看一下 冥挖法 冥挖法 不明思义 直接明着挖 从地面直接挖到 设计的断面线 就行了 从上往下挖 这个叫冥挖法 冥挖法 分成了放坡和不放坡的 那么冥挖法的特点 考多学题 作业面多 速度快 工期短 质量容易保证 工程造价高还是低 低 冥挖法 运的比有多 肯定是造价低 造价高谁做 哪有那么多钱 所以工程造价低 它是修建隧道 修建地铁车站的 常用的施工方法 正是因为它性价比高 工程造价低 所以它的这个方法 才常用 一般牛下 如果它造价高 肯定常用不了 因为我们现在坐地铁 基本上就是烧钱 回不了板的 运营的最好的 北京上海这些 都回不了板 全部在开钱 像我们济南 那更是烧钱 烧钱烧得不得了 所以 哪一种方法常用 那省钱的方法 就常用 然后接下来看 冥挖法的施工顺序 冥挖法的施工顺序 就这个括号五 我告诉你 刮机器考了三次案例 所以这个括号五 你务必要把它掌握下来 冥挖法施工的顺序 那有的人说 老师冥挖法有 放坡的和不放坡的 你说考试考哪个呀 肯定是不放坡的 对不对 放坡的有啥考头啊 太简单了 没法出题目 所以 考试肯定是考不放坡的 所以这个冥挖法施工的工序 就是按照不放坡的这种做法 考的啊 那么第一步啊 做维护结构啊 你看左边的这个就是敞口的啊 放坡的嘛 小怎么挖怎么挖 右边这个你就没法放坡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个基坑的两侧 这就是路 如果你又放坡的话 就把路这个挖断了啊 所以啊 这种没法放坡 没法放坡怎么办 那就是做维护结构 所以括号五讲的是 做不放坡的维护结构的这种冥挖 它的一个施工顺序 第一步怎么做呢 先把维护结构做上去啊 维护结构有哪些 我们后面会讲到 高板桩啊 高金粉泥土板桩啊 灌柱桩啊 地裂墙啊 有很多 先把维护结构做好了 如果设计到降水的 那么你还要做降水 然后从上往下挖 维护结构做好了 从上往下挖 第一层开挖 第一层支撑 第二层开挖 第二层支撑 最底层的开挖完了以后 接下来干啥 有同学说了 第一层开挖 第一层支撑 第二层开挖 第二层支撑 最底层开挖 最底层支撑 你要这样去想就想错了 初题来就考虑这个 最底层开挖完了以后 考什么 接下来是底板和凝土的胶柱 最底层开挖到最底层了 你还支撑干啥呀 抓紧时间 底板和凝土的胶柱 所以这个底板和凝土胶柱 我这为什么用红颜色给你标注的 就是这样容易出题目 考过一流程图 就问你A是啥 就是底板和凝土的胶柱 胶柱完了以后 那就开始做结构了 结构那就是底板啊 侧墙啊 中板啊 顶板啊 就开始做结构了 但是做结构的时候 那你的先拆支撑 因为你做结构的时候 那个支撑挡着你 不拆支撑 没法做结构 所以自下而上的逐步的拆除支撑 随着支撑的拆除 逐渐的完成 因为底板你结构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做两侧的侧墙 然后中间的中板 因为你这个结构来讲啊 它有分好几层的啊 这就两边的侧墙 最下的底板 然后两边的侧墙 然后中间的顶板 然后再侧墙 然后再顶板 随着支撑的拆除 拆一部分 做一部分 再拆一部分 再做一部分 随着支撑的拆除 逐渐的完成撤桥中板 顶板和凝土的胶柱 它整个是这样一个流程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盖弯法 盖弯法顾名思义 先盖后挖 先做一个顶盖 这个顶盖呢 是高净凝土结构做的 你可以预制 也可以卸胶 在顶盖的保护下 上面可以维持地面的交通 下面可以挖土了 盖弯法的优点 变形小 有利于控制什么地表成降 有利于保护 接住物 构筑 受外界的气候影响 比较小 这是盖弯法的优点 不像没弯法一样 露天作业 一下雨没法干了 那对于盖弯法来讲 因为它有顶边的保护 你下面的雨 我挖我的土 然后第三句话 说适应于监区施工 能够尽快的恢复路面 对地面的交通 影响比较小的 是盖弯 逆做法 单确题 说盖弯法有没有缺点 有啊 那 它的缺点是什么 水平施工在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由于有盖板的遮掩 所以你后期出土不方便 后期出土不方便 另外一个 速度慢 工期长 费用还高 这是它的缺点 所以有优点的同时 也有缺点 那么盖弯法分成了顺做法 逆做法 半逆做法 哪一种有的比较多呀 逆做法 把逆做法够下来 那有多人说老师 顺做法逆做法 有啥区别 简单的理解 简单的理解就行了 深层次的没必要 考试不考这么深 顺做法 就是从上往下挖 从上往下挖 从下往上做 这种就顺做法 啥意思 比如说你家里边 要做一个 自己盖一个三层小楼 盖三层小楼的话 那么你又利用地下的空间 说我做一个地下室 或者做地下车库 从地面直接挖到副三层 挖下去 然后把副三层坐上去 再把副二层坐上去 再把副一层坐上去 再给上面的楼 从上往下挖 从下往上做 地下室和上面的楼 都是由地到高市上 这种就啥 顺做法 逆做法是什么 逆做法是什么 从上往下挖 从上往下做 就是说挖地下室的时候 没有一次挖到位 先挖到副一层 然后把副一层坐上去 然后再继续往下挖 挖到副二层 再把副二层坐上去 再往下挖 然后挖到副三层 再把副三层坐上去 那么这种叫逆做法 听懂了吗 把这个搞清楚就行了 半逆做法 就跟逆做法差不多 你不要去搞那么深 考试考不留这么深的 从来没考过 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Paymo Alpha Paymo Alpha 还有一个名字叫矿山法 他俩是画等号的 Paymo Alpha叫矿山法 矿山法是他的俗称小名 因为这个Paymo Alpha 最初是从挖煤矿的行业 引过来的 打隧道 原来不知道这样可以做 然后从挖煤矿的这个行业里边 引过来打隧道 所以Paymo Alpha 又叫矿山法 说的都是同一回事 那么这个Paymo Alpha 怎么去做呢 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用人工啊 机械啊 甚至是爆破啊 把里面这个空间挖出来 挖出来以后 你都把它支护啊 支护起来 怎么支护啊 喷毛支护 啥就喷毛啊 喷上凝土打毛表 你把这个空间给它 支撑起来 不支撑 它有可能会塌掉的 那么这种作业方法 叫喷毛啊挖 先挖 怎么挖 人工 机械 爆破都行 挖完了以后支护 这种叫Paymo Alpha 当然Paymo Alpha 它也分成了两组 明王法两组 对挖法三组 Paymo Alpha 也分了两组 一组叫新奥法 一组叫且埋挖法 那有同学说了 老师新奥法和潜埋挖法 有啥区别 简单的说 新奥法 它适用于稳定的地产 就是说第一次条件 比较结实的 咱们Paymo Alpha 就用新奥法 它是利用文言的制成能力 它的有一定的制成力才行 潜埋挖法呢 适用于软弱的文言 就第一次条件比较软弱 那咱们就用潜埋挖法 因为比较软弱 一挖就有可能塌掉 所以在挖之前先改造 把地质条件改造好了 然后再去挖 那么它施工的过程中 按照18刀原则 这个18刀是考过多选 还按利的 那18刀 管超前沿住江 短开挖 乔知户 快分闭 请量测 都背过了没有 都背过了 管超前就是我们后面找到的 小导管 超前住江江户 管恒超前知户 沿住江 连格住江 短开挖 就开挖那个段段 别太大了 挖一段 撑一段 撑一段 挖一段 然后对于潜埋挖法 适用的条件 两个多选题 凡是教材里面出现两条三条的 这都是初题人 重点考察的对象 一般是出什么 出多选题 不是说这个点有多重要 而是初题人考出题目 项链说法 正确的是 或者关于 潜埋挖法 适用条件呢 是拿几条 因为教材里面就写了两条 所以他制定答案的时候 五个选项 选两个 这个答案就比较 违性 就比较好确定了 拿两个条件 一个不允许带水作业 有地标水牌 有地下水降 不允许带水作业 第二个呢 要求开挖面具有一定的 自立性和稳定性 为什么他要对 地质条件先改造 因为要把它改造成 具有一定的自立性和稳定性 他才能实施 不具备自立性稳定性 你潜埋挖法也没法做 就这个意思 然后接下来 我们教材里边 讲到了这个 常用的单跨隧道 潜埋挖法的 这个方法的选择 这个表格放在这 很不合时宜 因为往后放 因为我现在在讲什么 在讲车站 他这说的是隧道 但是教材 把这个表格放在这个位置 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因为等到后面脚 我就脚不透这个表格了 这给你提示一下 做隧道的时候 那么同学们看一下 到底用哪些工法 跟什么有关系 跟隧道的跨度有关系 小于十米的台间法 十米到二十米的 CD法CRD法 双侧臂倒坑法 跨度是多少 十二米到二十二米 所以后面在讲到 那个大表格的时候 然后问你 双侧臂倒坑法的 跨度是多少米 好多同学说告诉我 老师那个表格上面 没有写 表格上面是没有写 但是这张 讲了没有 这张讲了 所以你又把前面的 和后面的表格又对应起来 所以后面讲到那张大表的时候 我问你 双侧臂倒坑法 又就野进攻法 它的跨度是多少米 你又告诉我是十二米到二十二米 哪里讲呢 就是这张 就是这个图上面讲的 好 接下来 同学们再看一下 不同的施工方法 做地铁车站 然后车站运到的结构形式 那么同学们看 车站的施工方法 一个是冥挖法 一个是盖挖法 还有一个喷马挖法 冥挖法做车站 运什么形式 举行 滚形都行 哪一种用得多 举行 盖挖法 多用举行 喷马挖挖法 做车站 只能用什么 滚形啊 当然这个滚 你可以做一个滚 两个滚 三个滚都可以 那么车站 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 看区间隧道 区间隧道呢 它的施工方法 有三种 明挖法 喷马挖挖法 后面还有一个 顿构法 这就告诉同学们 明挖法和喷马挖法 是不是公用的呀 它可以做车站 也可以做区间隧道 都可以 那么做区间隧道的时候 那么这个 喷马挖挖法 需要做 秤气 需要做秤气 就要挖完了以后 需要把那个空间 给它支护起来 支护的那个空间 叫什么 支护的那个结构 叫什么 秤气 所以这个秤气呢 又叫做 支护 好多同学问 老师啥是秤气 秤气就是支护 支护就是秤气 一回事 那么 这个秤气的 基本类型 就是说我们 PayMalpha 需要做这个秤气 把它支撑起来 那么这个秤气的 基本类型 叫符合式秤气 符合式秤气呢 由三部分构成的 哪三部分 初期支护 防水隔离 和二秤 初期支护 就是紧贴着 为延的那一层 最外边 紧贴着为延的那部分 叫初期支护 整个秤气结构当中 长寿贺载的 主要靠谁啊 初期支护 二秤是一个 保证他的一个双保险 就是说一个替补 主要承重还是 主要承载 还是靠初期支护 二出秤气呢 是做替补的 所以主要的承载单元 靠初期支护 然后接下来看这个图啊 你看这个图 你就明白了啊 最外边啊 那么这个是地层 把地层这个空间 挖完了以后 紧贴着这个地层的 为延的啊 这个做的是什么 初期支护 初期支护 怎么做的 就是喷射凝土 然后初期支护 做完了以后 做防水隔离层 防水隔离层就它 然后这个防水隔离层 于设钉来铺设 于设钉把它固定住 然后设钉的外边啊 还要用这个ECB卷材啊 给它沾上去啊 做一个呃 就相当于一个刷保险 怕它这个呃漏水 然后紧贴着ECB卷材的里面 这儿开始做啥了 二秤了啊 那么这儿给你们做了一个总结 呃 初期支护 我们用的是喷毛混凝土 看到喷毛混凝土 想到初期支护 喷毛混凝土 我们用的是找墙混凝土 后面会讲 然后防水隔离层 怎么固定呢 设钉 二次称气 呃 我们用的是 奔顺磨柱混凝土 奔顺混凝土 支磨板 交注 那么这个混凝土 要求的是补偿收缩 补偿收缩 那么既然是奔顺磨柱 那就说又支磨板了 那这个模板 可以用 呃 木模板 金属地形模板 更多的时候用的是什么 模板 台车 好处是什么 速度快 修理高 啊 那么接下来看这四个图 哎 图你们看一下 一看工人师傅拿着 本凝土喷枪 啊 往那个围叶上面去喷射 这是做初期支护的 初期支护做完了 开始做防水隔离层 哎 这个小黑点是设定 把它固定上面 然后害怕这个小黑点 这漏漏漏漏水 所以里边给他套了一个ECB卷材 然后在ECB卷材的里边该做什么了 二称了 二称 模柱和泥土 这个模板啊 这个是模板台车啊 好 接下来看一下啊 对于啊 区间隧道的第三种作业方法叫顿垢法 顿垢就是一种开发隧道的基线 好多同学说老师我就搞不清楚这个顿垢是啥 就是一种基线啊 这个基线就叫顿垢基啊 他这个名字比较古怪啊 就叫顿垢基啊 他是由三部分构成的 哪三部分 切靠环支撑环顿垢 啊 然后朋友们看 切靠环就前面的刀头啊 然后支撑环就是中间的基山 顿垢就是它的尾部 看这个图就行了啊 对面看上面这条线就地面线 那现在呢我要打隧道的话 打隧道是先做竖井啊 啊 这就始发井 到达的时候 这还有一个接收井 啊 先做两个工作井啊 始发井和接收井做好了 然后通过吊机啊 把那个顿呃 通过那个呃 启动机或者吊机啊 然后把那个顿垢基先解体了 解体了以后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顿垢基在里边 然后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 从这个始发井 砸到这个区间隧道里边 哎 这就顿垢基 前面的刀头 切削土体 切削完了以后 如果是土鸭式的顿垢 通过皮带运输机啊 传递给抖车 抖车通过电瓶车 牵引到 这个始发井这个地方 然后通过树向的出土设备 然后上来 上来以后通过制线汽车 把它运走 这是土鸭式的顿垢 那有同学可能还看到 这儿怎么老师 还有一个泥浆处理设备 这是第二种作业方法了 第二种作业方法 叫泥水式的顿垢 它这个图啊 就是把两种作业方法 给你放到一起了 为了省地方 还有一种泥水式的顿垢啊 它是啊 通过输泥管和回泥管啊 就是说啊 这个先用输泥管 把这个泥浆输过来 输过来以后 放到顿垢机的后面 牵脚下来的土体 通过泥浆 然后进行树化 就像奔存粉凝土一样 然后把这个泥浆呢 通过回泥管 运上来 运上来以后 通过泥浆处理设备 把渣子啊 然后隔离出来 然后这个泥浆形成一个地核的回路 然后再进去 通过泥浆 把这个渣子啊 入到地面 两种出土方式啊 然后这儿呢 是一个关于顿垢的这么一个啊 图样啊 我从一个视频里面 把它截出来的 来帮助大家理解的啊 这就是开始做这个始发紧的啊 时候通过这个吊机啊 把盾垢机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 这是盾垢机 这是反力架啊 这是始发紧啊 然后这下面是机座啊 然后这是复环管片啊 通过复环管片和反力架啊 然后把这个盾垢机呢 推进去啊 这不是复环管片吗 这不是千金顶吗 这不是反力架吗 然后把千金顶推到土城里边 这个千金的这个盾垢机 一旦进入到这个土城里边 他就如鱼得水啊 然后前面转啊 然后后面出土 盾垢机的尾部呢啊 就说因为他走前前进了 他的尾部就腾出来作业空间了 腾出来作业空间以后 用管片就事先工厂加工好的 把它支付起来 然后支付起来的这个管片 为盾垢机前进提供了一个主力啊 就他往前走 他后面有管片顶着他 他走前了 然后再继续出土 抓土 出土 然后再往前走 然后后面这个靠近盾垢的时候 又腾出来作业空间 然后再把管片加上去啊 当然管片和围也之间的空气啊 可以通过壁后筑浆来完成 那么直到这个盾垢机啊 马上啊到达这个地方啊 到达这个接收井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机座放好了 迎接盾垢机的到来啊 那么到达接收井以后 再把顿垢机解体 解体了以后 然后通过吊机 然后再把它调离到地面啊 这是整个顿垢法的一个作业方法 关于顿垢的他的一个优点 今年的 今年的二级考的是 考的是顶管还是考的顿垢 我忘了啊 大概就是问你 就说他为什么愈顿垢这个方法 不知道为什么用顶管这种方法 大约就这么考的 你就说 好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顿垢的这种作业方法 那肯定是跟他的优点是分不开的呀 不影响地面的交通 揭晓对居民的这个噪声和震动的干扰 方便管理 施工费用不受附土量的影响 就跟民挖法不一样 民挖法你是在挖8米和挖18米 那么那个工程量大得不得了 但对于顿垢来讲你让他在地面以下顿垢 在地面以下8米去顿垢打隧道和地面以下18米打隧道 土花量增加多不多呀 不多 除了工作井那个地方有点增加以外 区间隧道没有任何的增加 所以这就是他 他的这个优点啊 施工费用不受附土量的影响 另外一个 他做区间隧道不受风雨的气候的影响 速度快啊 施工安全 第七条非常重要啊 在酸软的寒水的地层 煤身较大的长隧道 他具有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优越性 哎 这句话经常考啊 寒水量越大 地质条件越软弱啊 其他的方法干不了 哎 用顿垢法最合适了 啊 那么他有没有缺点呢 也有缺点 第一个 曲线半斤过小的时候 施工起来比有困难 这个告诉你顿垢毕竟它是一种施工极限啊 啊 曲线半斤小 转弯比较急 那你转不过身了呀 就像你学驾道一样 科目二 你水平太差了 一个急转弯就把你给 溜下去了 是不是 人家线了啊 你水平高了才能转过去 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另外一个 附图太浅的话 施工不够安全 还有一个在低下作业施工条件肯定差啊 另外一个 第六条 对于啊 结构断面尺寸多变呢 啊 是一个能力差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就像我们打隧道的时候 如果用顿垢机去作业的话 那么隧道的跨度就相当于顿垢机的断面尺寸 断面尺寸 如果你老变化来变化去 那个顿垢机是设计好的 它不能变啊 所以你断面变 你顿垢机不能变 所以它就适应不了你这种变化啊 把这几个理解到位就行了 第三条 看那个顿垢法的称气 看到顿垢马上想到管片 我今天给二级的学员也是这样讲的 结果考虑一个单学题 说用管片做称气的是什么方法 那肯定是顿垢啊 其他不提管片啊 管片的类型啊 那么同一面看 从材料来看 钢筋和泥土管片的 钢管片的 铸田管片的 钢线纹的 还有符合材料的都有 各种材料的都有 那需要注意的是 这么多的材料当中 哪一种最常用啊 哪一种啊 钢筋和泥土管片 这种最常用 管片与管片之间的连接 第二条 管片与管片之间的连接 是用什么 螺酸连接 管片之间的拼分 有通分和错分 哪一种好啊 错分的好 通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实在避不开了 那通分就通分吧 但通分也是可以的 但你又知道 肯定错分好啊 然后第四条 联络通道 今年的二级好像考了这个联络通道 就是说去一个隧道 回一个隧道 两个隧道之间 那个横向的那个通道 叫联络通道 联络通道的作用是什么 安全的疏散乘客 还有隧道 排水 防火和消防 那么关于后面这个高架桥呢 就是这个轨道交通里边的高架桥呀 包括线上结构 我们明天上午再讲吧 那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